相传 大约4600年前 苗族始祖吃油战败 苗族先民们便从中原来到这里 开始了以山为居 以水为林的生活 松桃 这个富有诗意的地名里 有着一个充满了对祖先崇拜的苗族传书 在历史演变中 苗族先民们靠口口相传的苗歌 记述着民族的历史 传说在上古时代 松桃的苗族先民在祭奠人族的仪式上高喊 少道 少道 传说 少道一词历经传颂 演化成了今日的松桃 洲极偏通商谷君志 亦西南亦都会也 这是松桃地方志对当年这里热闹景象的描述 松桃这个从祭祖宋词中逐渐演变出的美丽地名 映沉着苗族人民的刚毅与坚韧 自秦汉一直到清朝初夜 长达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 为了躲避战争 苗族人不断迁徙 遇到适宜居住的地方 就停下来开荒种地 繁衍生息 于是一个个苗家寨子就这样形成了 公元1797年 清政府在此设置了松桃直立军民厅 公元1913年 民国政府将松桃直立军民厅改为松桃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6年 松桃苗族自治县成立 隶属同仁地区 是全国最早成立的五个苗族自治县之一 从此 松桃苗族人不再漂泊迁徙 在这世外桃源般的美丽家园中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